嘿小河 嗨 聽說你進了一台很厲害的車 對啊 就是這台 2012年的Toyota Alpha 今天要介紹這台車非常的特別 人稱陸地的移動城堡 Toyota Alpha 為什麼它是陸地上的移動城堡呢 因為它的椅子可以說是媲美飛機的上路艙 在長途移動的時候 真的可以讓它休息最棒的效果 接下來我們看到就是它最棒的後座座椅 非常的大 腳鋼的部分啊 都是用電動作調整的 非常的舒適 但是你可以完全的平躺下來 整個路上就這樣子躺著 直到目的地 跟坐飛機一樣 像這樣子的感受 現在花費不用百萬元 這台Alpha的新車售價呢 逼近三百萬元這個大觀 但是如果說你在尋找一台 非常好用的上用型的休旅車 你需要每天南北跑 或者是說偶爾長途巴射的話 這台車會是你最棒的選擇 往上的話呢 它會有一個氣氛燈 它這兩個凹槽裡面 會有LED的暖白光 開啟之後呢 你會感覺好像 你就坐在飛機的上路上一樣 但如果說 需要一台車 可以睡在車上 偶爾去洗洗澡 連房子都不用買 兩百萬 不用 現在九十幾而已 打給我 沒問題 除了這麼多 當然還有更便利的功能 就是我們的電滑門 就像Tinder 往右滑 一段新關係 耶 其實這個椅子啊 除了能這樣子放倒之外呢 它還可以做立式的收折 非常的方便 除了這條空間呢 其實如果你是一個鯿魚玩家的話 哇 剛好躺在這裡甩個竿 又有屋頂 真的很棒 如果說後座坐著你的小朋友 或寵物 剛好突然中竿了 按下電尾門 繼續拉 很安全 沒問題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看到最無聊家族的部分 為什麼說最無聊 因為開車的人 沒辦法享受 剛剛我們講到的這一些 他只能坐在前面 不會不會開車 這台車的里程呢 是129807公里 是有符合我們YES認證的 其他的配置呢 就非常基本的啊 像定速啊 光感應頭燈 多媒體的切換 聲音大小 里程電腦都可以由這邊做控制 這麼好的車 當然就是全部都是AUTO 一樣有三段的模式啊 可以做記憶 這邊是做分區恆溫 這次就是配有HOTA的TVC變速箱 手自排模式 比較特別的部分呢 2400跟再往上一個等級 3500的一樣都是有轉向AFS 就是你轉彎的時候呢 頭燈呢 會跟著轉過去 讓你早一點看到路 最後呢 我們來看到引擎室的部分 引擎本體上面呢 有我們YES認證的封條 所有的AUTO原廠生產的標籤 間通通都在 所以這車是屬於原漆 原版件 如果你在尋找一台 非常優質的大型商用房車 或者是說呢 你想要假日的時候 帶著全家大小 可以擁有非常棒的乘坐體驗的話 那我歡迎你 把這一台Alfa開回家 百萬以內享有300萬級距的這個享受 絕對是它了 我是晶圓汽車的小和 如果你喜歡我們這樣介紹車子的感覺的話呢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讓我知道 讓我們帶來更多更精彩的 汽車內容介紹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 實在就是SUM